新华社马尼拉7月23日电,记者员孟辰菲律宾众议院,23日晚间举行全体会议,投票选举前总统阿罗约为新一任众议长,接替现任众议长阿尔瓦雷斯。 当天共有244名众议员参会、会议宣布,免去现任众议长阿尔瓦雷斯的职务,随后举行投票选举新一任众议长,现任众议员阿罗约以184人赞成,48人反对,12人弃权的结果当选。 阿罗约随后宣誓就职,成为菲律宾历史上首任女性众议长。 菲律宾媒体普遍认为,阿罗约是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政治盟友,她当选众议长后,将会凭借自己的政治经验和沟通能力,帮助县政府在众议院中赢得更多支持。 现年71岁的阿罗约曾于2001年至2010年担任菲律宾总统,是菲律史上第二位女总统,在结束总统任期后,阿罗约当选菲律宾众议员,在2016年至2017年,曾出任菲众议院副议长,完。 阿罗约当选菲律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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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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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